今天我的店铺终于倒闭了 然后来开了这个店 现在这个店的话 没有半年就倒闭了 把自己的那些存款都全部回关了 刚开半年就关门了 一个一万两千平方的一个大型超市 开了不到半年 然后就倒闭了 哎呀 想大哭一场 我的螺丝粉店终于倒闭了 六个月的时间赔了十五万 全没了 都打水漂了 现在去年开业了 开了不到半年吧 就关门了 年前就已经关门了 我的店铺终于倒闭了 当我清理完最后一件物品 走出店门的时候 实在是忍不住在马路边 放声大哭了起来 一百一十六 一百一十六 那请问你是第几代呢 我第三代 第四代 第四代 第五代 是这个样子 整个完全不同 所以两点过后的看法定是这个样子 好热 经验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遵到一些上一代留下来的做法 用大炷锅啊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是 都是会靠经验去去去去去去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坤 五一劳动节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面 从五一到端午节的这段时间 可以算算上是旅游旺季和餐饮的旺季 因为三四月份是传统上的淡季 可是现在来看五一后各地的餐饮生意 真的是呈现出断崖式的下滑 有越来越多的店面呀 因为资金问题而倒闭 就像我有时候下了班吧 去吃饭 好多小吃店呀 都是没有顾客光顾的 十张桌子 一个店里面摆了十张桌子 就我一个人在那里吃饭 好长时间呀 都不会过来一个人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呢 有一位大陆网友啊 真实的开店经历 他说啊 自己辛辛苦苦攒的十五万块钱呀 不到半年的时间啊 全部赔进去了 好了 我们一起啊 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 哎呀 想大哭一场 我的螺丝粉店 终于倒闭了 六个月的时间 赔了十五万 全没了 都打水漂了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呀 再看最后一眼吧 哎 后悔了 我现在真的很想抽自己大嘴巴子 嗨 嗨的抽 好好的工厂打螺丝不干 非要开店当老板 非要挣大钱 万万没想到 开店六个月 天天都是几百块钱的营业额 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天天赔钱 六个月的时间 赔了十五万 全没了 都打水漂了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今天啊 太难过了 我哭了很久 今天是一个难过的日子 我的螺丝粉店终于倒闭了 我扛不住了 天天营业 天天赔钱 现在冬天这么冷的天 我真的受够了 像坐牢一样 当我清理完 最后一件物品 关门的时候 我走出店门 真的 我受不了了 我蹲在马路边上啊 抱头痛哭起来 真的 彻底的放飞自己 你们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我的螺丝粉店 虽然说这个地方不大 二十多个平方 可是啊 一个月房租四千块钱 一年啊 加起来房租就是五万块钱啊 这个地段还是非常豪华的 价格非常高 看一下 这就是我螺丝粉店里面的所有东西 这是洗菜的地方 看一下 我每天洗菜的地方 这两口大锅 还有这个操作台 是一个大冰箱 这两口大锅 就是我做螺丝粉用的 看到没有 哎 马上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哎 太难过了 六个月的时间 所有的积蓄 看到没有 空调 都是我买的 真的是太后悔了 没有想到啊 这么久 全赔了 我们啊 先来看看大陆这边的网友啊 对这个现象的看法 这里呢 有一些大陆网友的留言 我们啊 一起来看一下 嗯 我们来先看一下 这个来自云南的一位网友说啊 他的网名叫大洋育与小小米扎 他说啊 其实就是经济不行了 何止中高端的烘焙店倒闭 就是中低端的同样倒闭了多少家了 各种咖啡店 奶茶店 火锅店 烘焙店 换着花样的倒闭呀 嗯 这里呢 还有一位广东的网友 是这么说的 他说啊 实体 没生意 网商也饱和了 都是在拼价格 利润都没有了 能省就省 而且啊 餐饮店是倒一家 开两家 店呀 比人多 那么这位这位网友说呢 他是江苏的 他说呢 我自己这一两年呀 一年比一年减少 以前生意能挣钱 以前生意啊 挣钱的时候啊 消费吃饭啊 不心疼钱 这两年基本上 呃 一家开支啊 都很困难 那哪还舍得去 饭店吃饭呀 这位湖北的网友说 大型商超成本太高 商品定价 跟着水转 水涨船高 怕的钱 国家背着 经济大环境下呀 老百姓 没钱消费 东西死贵 不死才怪 去商超看看 一袋牙膏 大几十 一百块钱啊 快买不到 两只牙膏了 这位黑龙江的网友说呢 生产资料 分配制度 不再偏向垄断行业 及权力阶层团体 社会啊 肯定会更好 这边有一位湖南 还有一位广东的网友说 经济不景气 就是不景气 不要把一切不景气 统一怪罪于疫情 还有一位广东的网友说 企业工厂 没有了人 没有了人才 工人跑光光 开店干嘛呢 人走茶凉 人口红利呀 没有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位河北的网友说 根本原因是 现在的工作结构变化了 产生的工作时长增长的问题 造成啊 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时间 去实体店消费 现在呀 逛实体店的都是老人 和部分在家带孩子的家庭妇女 年轻人 很多连搞对象的时间都没有 更何况出去逛街呢 也有一些道理 这边呢 是一位四川的网友 他说啊 从2023年开始 无论是电商 还是实体店 都普及了 太普及了 竞争力啊 太厉害了 所以说生意都难做 都不容易做 特别是倒闭的工厂啊 越来越多 下岗的工人啊 就会加入到 电商和实体店 或者是摆地摊的 各种生意当中去 导致 导致啊 生意人是越来越多 都成生意人了 生意人 自己也是顾客了 所以说啊 今后各类生意普及了 生意更难做了 最好的办法是 下乡去大山 开荒 开荒 种地 种庄家去 这里呢 我收集了一些材料 结合自己的一些想法呀 来谈谈 我对这个现象的看法 餐饭行业啊 不好做 大家都知道 但是根据各方面发布的数据 统计的数据来看呀 目前啊 大陆这边的餐饮行业 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啊 是相对还是比较大的 在前五个月时间内呀 全国范围内呀 就有超过七十万家 从事餐饮行业的企业呀 破产清算 或者是吊销了执照 比去年同期水平的数啊 增加了差不多五万家 是名副其实的大降温 要知道 今年可是疫情结束的第二年 还有这么多家 从事餐饮行业的企业倒下 甚至其中还有一些 是比较知名的品牌 比如说熊猫不走蛋糕店等等 就足以见得呀 餐饮行业呀 目前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所以说几乎啊 整个中国的餐饮企业呀 都在承受着压力 不仅仅是普通的低端餐饮 高端餐饮呀 同样也承受着 巨大的压力 在你像比如说在北京 某米其林知名的餐厅吧 都陷入到了倒闭的边缘 现在呀 会出现如此严峻的形势啊 主要的原因啊 可能是跟那个消费降级呀 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冠疫情结束后啊 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恢复 但总的来说啊 就业形势呢 还是挺严峻的 很多的年轻人啊 找不到工作 再加上中国人目前的消费习惯呀 也开始趋于保守 从原先的攒下一点钱后啊 就愿意进行消费呀 到现在 到现在如今啊 大多数的人啊 都习惯性的 这是满足日常生活的消费 从而把更多的钱啊 存到银行里面 因为大家都害怕呀 什么时候再来一波大的 或者是出现一些 其他的经济问题 让自己啊 没有收入 所以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 恐怕大陆的餐饮行业啊 还会承受相当巨大的压力 在消费降级的时代啊 只有 我认为啊 只有搞一些低端的餐饮 说不定啊 还是 还是 有希望 活下去的 就比如说 开一个苍蝇馆子 或者干脆啊 连店面都不要租 直接啊 开个小车 在街边啊 摆个摊 卖小吃 这样啊 可能会更具有竞争力 跟吸引力 唯一的 唯一的一点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 因为你在路边 摆摊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会有城管过来撵 所以说 从当前的形式上来看呀 很多的年轻大学生啊 毕业后啊 都选择去干小餐饮 也不愿意去找工作 因为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 而且啊 找到的工作 整体的工资水平呢 也都不是特别的高 可 可 可其实啊 这也不能完全怪消费的问题 实际上 原本的中国餐饮行业啊 就有很多的乱象 餐饮行业乱象很多 如今啊 中国的餐饮行业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 呈现出来啊 巨大的衰退趋势 其实啊 这也和原先的餐饮行业从业者 他们在 他们在他们之前工作的时候啊 可能都已经存在了这种很严重的问题 只是他们那个时候啊 可能没有发现 很多餐馆的老板呀 他们在开餐馆的时候啊 并不会注重菜的品项 反而啊 把更多的精力啊 是放在了对餐厅的包装和宣传上 这些餐厅啊 每一季度的宣传费用 甚至比给员工 比给大厨开的工资啊 都要高很多 反而更重要的饭菜 这个环节啊 是没有做好 你想想啊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所谓的高端西餐厅一时火爆 但是他撑不了几天的 中国啊 正在进入低欲望社会 从现在很多机构公布的数据来看呀 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啊 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 原先呀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 消费啊 是比较盲目的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啊 走的是高端消费 是高欲望消费的路线 可如今 大多数的中国人啊 在消费的时候啊 都已经恢复到了 最基本的理智状态 大家呀 可能只会购买那些 对自己有用的商品 如果说是一些没用的呀 可能大家都不会去买了 这也是为什么啊 在疫情爆发之前啊 我们每年都能够看到 各种电商节的活动 因为那个时候啊 消费潜力啊 是非常庞大的 国人的手中啊 可能也有钱去消费去 也愿意去消费去 就算没有钱 大家也是倾向于借钱去消费 因为预期收入较高 可是现在的情况啊 没有人敢消费了 这种消费欲望的降低啊 所带来的影响啊 还是很大很大的 而想要重新恢复消费啊 促进消费 所以要做的努力啊 还有很多 首先 可能就需要去解决一下 这种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 现在的就业问题和 多方面的因素啊 是有关系的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啊 是经业 经济 经济啊 经济和工业方面的转型 传统工业的逐渐衰退啊 造就了一些就业问题 可随着新兴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 以及各种政策的不断到位啊 可能会给一些底层的老百姓啊 带来一些就业 说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也明白了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大量的餐饮企业倒闭 是和经济形势啊 是有关系的 现在呢 是处于一个低欲望的社会 消费啊 正在降级 也有可能 跟我说 我说的是可能啊 随着以后各种 政策啊 或者措施啊 那么现在的问题啊 也有可能 是可能啊 被化解 但这呢 需要一个过程 也需要时间 至于是多久啊 我也不知道 那么针对大陆发生的这种现象啊 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边啊 有没有经历过像大陆 这样小吃店倒闭 然后开店内卷的这种情况呢 真的 大陆这边啊 做餐饮的老板啊 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最后呢 可能连半年呀 都干不到 就倒闭了 下面啊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几段台湾那边 小吃店 嗯 还有餐馆的影片 请看 116 116 那请问你是第几代呢 我第三代 第四代 第四代 第五代 第五代 第五代呢 我是第一代 第一代 对 以前在对面坐三十年 然后在这里坐三十年 总共六十年 你不要你哦 因为老板呢 有点害羞 所以他在外面 我问他一下 老板 你是现在第几代 第四代 第四代 那这一间是白年老店是吗 对 你这一间住脚店是 总共几年的 六十年 请问你是第几代 第三代 哦 我来吃吃看 好 12年 2020 兼1882 138 哈哈哈 人真的很多 是这个样 整个完全不同 所以两点过后的看法 是这个样 好热 老店到目前传承到了第四代 由78年次的郭玉涵来接管 我们再来看看 一些台湾网友啊 在一位博主视频下方的 真实留言 一起啊 来看一下 台湾那边的 小吃店的老板呀 做生意 是多么的轻松 自在 我们一起啊 来看一下台湾网友的留言 这位台湾网友说 台湾的店面 通常楼上 或者后面 是老板 私人的 住宅 台湾的私有产权呀 是永久的 可以由子子孙孙代代继承 店面呀 是自己的不说 从上一代 和自己过去的打拼 已经多少年了 积蓄 也很多了 一个礼拜 做个三天 一来呢 是增进健康 二来呢 是打发 无聊 赚多赚少呀 只是 其次的 看看 人家这 才叫生活 还有一位 台湾网友呢 叫 1798 他说 一个星期 开三天 算是 很给面子了 认识的 鸡蛋糕妹妹 一个月 一个月 只开一天 一个月 只开一天 这个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呀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他的价值观呀 应该是 很接近 现代化的 他说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我是开早餐店的 每天五点半 到十一点半 每周 每周日 休息 廉价呀 也会休 他说 他有两个儿子 老公中风 还有一个婆婆 我跟儿子们说 最好是别结婚 如果要结婚 请自己想办法 最好别生孩子 如果生了 我不会带 因为他们 也不是我带大的 请自己想办法 想做什么 就去做什么 想读书 就读书 不想读书 就不要读书 只要不危害 社会 不危害别人 去流浪 也是 没有关系的 但是 二十二岁之后 请靠自己 所以 我们又像中国父母 那么 所以说 就是我们又像 中国父母那样 那么大的压力 每天下午 还能靠蛋糕 睡个午觉 这位网友说 台湾人很重视休息 宁愿少赚 也要有 好的生活品质 我自己也开店 一周 只上班四天 休息 做自己喜爱做的事 真的好羡慕 台湾 实行 周 实行 休 两日 至 一日八小时 菜市场 也是 周一周二 休假 一般想吃饭 会先预定时间的 你看看 在台湾 在台湾 开店 多么的轻松 一周 工作个四天 五天 还可以休个 周六周天 多好 台湾 之所以拥有 众多百年的小吃店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 能够避免内卷 主要原因 可几个方面 第一 台湾小吃文化 具有深厚的历史 和文化底蕴 早期的移民 带来了丰富的饮食传统 并在台湾扎根 这些小吃 经过了多代人的经营 不仅保持了 传统制作的工艺 还不断地 根据当地的食材 和口味 进行改良和创新 比如说 台南的淡仔面 台中的太阳饼 等等 都有着 上百年以上的历史 每个小吃的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 或一段历史 这种历史 传承 使得小吃店 在当地 有了深厚的文化认同 和顾客基础 那么第二 就是台湾的社会 相对多元和包容 形成了独特的商业生态 小吃店的经营 小吃店的经营者 通常是为家庭式的经营 代在相传 这种经营模式 就避免了大规模的资本介入 从而减少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许多小吃店坚持质量优先 口碑 营销 而并非依赖广告和资本 去扩张 这样的经营理念 使这些小吃店 能够保持传统的同时 又能够稳健的经营 台湾的消费者 对于小吃的认同和支持 也起到了很大的关键作用 台湾人对本土的饮食 他们也是有着深厚的感情 和高度的认同感的 他们乐于支持和消费 传统小吃 这种消费者 这种消费和支持 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使得小吃店 能够在稳定的市场中 长期健康的发展 避免了过度的竞争和内卷 台湾百年小吃店的 存在与发展 说白了 离不开文化底蕴 和家庭式经营 这两个方面 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因素 共同作用 才使得台湾的小吃文化 得以代代相传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